很多朋友关心灌篮高手剧场版的信息 什么时候上映呢 现在到什么阶段了 内容讲的是些什么呢 来我们来做个信息汇总 那就是啥信息也没有 内容少得可怜 但你要说什么都没有呢 好像还有点 比如我能找到的信息是 动画已经在去年的10月27号开始制作了 然后官方放出了一支概念预告片 信息上最有用的就是告诉你 这个片会在2022年的秋天上映 然后写出了一堆参与制作者的名字 这么多人参与了制作 那么这部片跳票应该是不会了 毕竟现在的动画制作已经如此的成熟 捂着消息不放 可能也有一部分的营销方面的考虑 另外就是在预告片里放出了这个图 湘北的五人组围在了一起 除此之外 官网上的新闻是啥也没有 点进去几乎是空的 有人说这个剧场版内容 到底是不是关于全国大赛的呢 我认为在正式的宣传期之前 我们都很难知道答案 显然剧组是有保密要求的 甚至我怀疑根据这个节奏 直到第一支正式预告放出来 可能剧情也依然神秘 那么从作者景上雄艳的社交媒体信息上 我们能不能猜到点端倪呢 他除了在消息宣布一周年时候 转发了之前的那条信息 告诉大家不要担心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之外 他还以剧场版制作者的身份 发布了一个官方的APP 叫做对着篮筐说话 其实就是鹰木花道练习投篮 这个程序在日本的卖250日元 大概人民币14块钱 从头到尾就是看着鹰木花道投篮 不是你控制他投篮啊 就是他练习投篮而已 但是这是不是暴露了剧情了 大家看过老板动画第93集吧 鹰木花道被安息教练训练 投2万球 这正是为了全国大赛做准备 而且最后全国大赛怎么KO的山王 大家都还记得吧 所以景上雄艳发布的这个小程序 我隐隐约约的感觉这个剧场版 说不定就是全国大赛了 但是是不是烟雾弹的谁知道呢 反正我也没那么在乎具体讲啥 到时候我希望最好能够在内地的院线看到 回顾童年的同时呢 也让院线的经营者们来播收入 还能约上三五好友一起看完电影来个半场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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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